嗨 大家好 我是柯林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唇釉 就是我算是這陣子收集唇釉釉的觀眾 最想推薦給大家的這一款 那它這個是3CE的牌子 那它是韓國一個很知名的美妝品牌 這款名稱其實是3CE的Velvet Lip Team 就是濕絨霧裡面唇釉 那它的顏色就是非常的顯色 以及它的包裝起來看起來非常簡約 然後是一種霧感的質地 對 要非常輕輕輕巧 在我創十二的時候 我有買了另外兩種顏色 然後也是這系列的唇膏 那我就想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一年度 2020年度來講 我最喜歡的這個唇釉 好 終於開開了 好 那邊推薦的是 我就是買的是 一個是 TOP TOP的 比較深中色的 深紅色的顏色 然後跟另一款是叫 No Better 對 然後它是比較偏 粉色調 只是粉色調 但是它有點是在我認為 主色界的進點色 那我首先呢 我就是先 先示範 我一直期待這支好了 對 那我回家 對 整個質地來講 它是非常霧面的 很開啟 然後就是它的刷頭 對 它的刷頭是 這樣 減腸狀的 對 有一樣有一點糖果味的感覺 我是可以接受啊 它其實還蠻 蠻真的 我最後會再用這種手 手機 變原來的 好 再來呢 第二個顏色就是 是紅棕色 對 對 是一個黃偉的標籤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傳說中 非常 驚艷必買的 色號 就在我手中了 對 還蠻感動的 有那種棕色調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淺 然後 煮得好的話 會還蠻 會覺得蠻厲害的 有一種 蒸果的味道 我現在的中菜比較適合做 對 好 那總結一下呢 我覺得這色號 不同的調性 對 任何場合都給它 不好意思 今天是三隻啦 那這隻原本是 就是最早一直開始買的 然後它的 較高是Rite 然後是更淡的顏色 對 首先這三隻都是我蠻喜歡的 色調 顏色非常飽和 然後 滋潤感也是 我覺得是夠的 就不會太乾燥 因為我 我其實很容易 嘴巴很容易搏 那擦對碗的話 我覺得沒有 就是不太需要再上個護唇膏 所以它的支出就夠了 味道都是蠻 蠻香的 有點像巧克力蒸果 或是奶油奶昔的那種甜味 如果我會建議味道的話 可以買這樣 好 那 我的2020的 推薦 唇釉 就在這邊 給大家 之後我會再分享 我覺得不錯的乾脆 掰掰